好,来自全球的所有的社区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到的话就给我打个1,好不好? 来,打个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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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听到我的声音吗? 来,现场朋友们,听到我的声音,有打个1,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啊 OK,来,我跟所有人问候一下好不好 首先,我先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是Dr.Tom,来自于新加坡 那么主要就是非常高兴今天可以来到这边 可以跟所有的现场的朋友们见面 那么今天主要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个市场上 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就是这个币最近的价格 就是有非常的波动 因此呢,我们希望就是可以整合所有人 整合所有人加入我们这个社区 因为我们要打造的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大 也是目前整个市场上最大 也是非常有能量 已经有非常强大的这个狗狗币的这个社区了 好,我想问一下今天来听节目的朋友们 听我们这个说明会 已经分享会的全球社区的朋友 你们随手上目前有这个狗狗币的 有狗类币种的给我打个6好不好 打个6 或者你有买过,你有买过这个狗类币的 无论是柴犬币也好 或者是这个疯狗币也好 或者狗王币也好 你有的话就给我打个6好不好 来打个6打个6 有没有人有买过呢 有没有人有买过呢 有买过呢 有买过呢 有没有打个6好不好 打个6 打个6打个6 有买过币的给我打个6好不好 打个6有吗 有吗 感觉上大家都在线上吗 打到6 有吗 有买过这个狗狗币吗 有买过币的话 大家都知道其实这柴犬币 或者是这个狗王币 或者是狗狗币 Dogecoin Elon Musk 那个做的比较大的这个币子 基本上在这个市场上 当然就知道说他们的这个爆发力很强 对吧 他爆发力特别的强 也就是他这个升值空间很大 升值空间很大 很多时候就是在去年嘛 大家都知道2021年整个币圈 整个我们的大环境就是这个价格上涨的非常大 但是他的浮动涨的越大 跌的也是越大 对吧 所以呢很多人都现在都在观望 到底这个区块链行业里面 或者是币圈里面呢 要什么样才能够让我们投进的钱 投进的钱呢 可以让我们有增长 或者是最好如果没增长 可以的话就不会往下跌呢 也就是基于这样子的一个通点下呢 我们就创办了这个 就创办了这个社区 也就是要联合所有要投资狗狗币 狗玩币或者封狗币等等 所有的这个社区长也社区成员们呢 都可以整合下大家手上有的资源 整合下在手上有的资源 然后来成为一个打造一个最大的狗狗币的联盟 狗狗币的这个社区了 好不好 那么在这里在我们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OK 现场的所有的这个社区长们 我想问下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今天花100美元 就是在两年前 甚至是一年前 你花100美元买了这个财犬币 现在的今天 他值多少钱呢 OK 来看一下 那众所周知 我们从长期来看 标准普尔500指数 平均每年大约增长是10% 那尽早投资呢 然后定期增加储蓄呢 可以帮助建立持久的财富 另一方面 我们的加密货币在极短的时间里面呢 创造了非常非常多的百万富翁 比特币和以太坊 就是两种最送欢迎和最发达的加密货币 但是呢 也有很多比较小的加密货币 产生了改变生活的这个回报 好 那么跟台湾 财犬币 带号SHIP 就是这样的一种败币 如果你足够大胆 你在2020年的8月 财犬币成面的时候 投资了100美元呢 我告诉你今天你手上的这个币呢 到目前为止啊 它的价值是接近600万美元的 也就是说 如果当初你花了100美元去买了财犬币 今天你就有接近600万美元的价值 在你的钱包里面 那么 财犬币 他一直不为人所知 那直到2021年的春天的这个磨音 就是这个迷你 迷你 磨音 股票热潮以后呢 财犬币的价值迅速的飙升 随后呢 以太币联合创始人和财犬币持有人 Vitalik Buterin 就尊重了他所持有的部分资产 帮助印度与大流行的这个并作斗争 那这个行为呢 就提高了财犬币的知名度 也就是印度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流行疾病的 呃 呃 瘟疫造成了呢 死到了啊 死到了我们这个财犬币的知名度 开始的啊 pazer 人所知了 那么在5月中旬都出现断牙式下跃以后呢 财犬币一直保持相对的平衡 而直到10月初 另一次风环的牛市运行开始了 那么Taslar首型知情官 艾罗马斯克 也就是Elon Mars 的推特 他就刺激的对 市场上所有狗类币种的投机兴趣 在2021年11月呢 编影院连锁店AMC娱乐朋友公司 甚至宣布将在未来几个月里面呢 开始接受财犬币的付款 但是从那个时候起呢 这个代币它就简直就是火爆了 财犬币在2020年尾端的时候呢 被称为风围啊 是第14大的加密货币 市值为160亿美元 那么因为财犬币呢 它是建立在这个以太的区块链上之上 所以财犬币就有比竞争对手狗狗币 有更多的功能 狗狗币是运行在自己的区块链上面 是为了支付而建 那么财犬币的社区呢 就创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称之为18Swap 允许财犬币持有者质押资产 并获得奖励 这鼓励了投资者的忠诚度 而此外呢 这个社区还计划开发一个 不可替代代币的平台 称之为 Doji Dao Doji Dao 就是这个财犬币的社区了 那么相信全球的所有的区块链的朋友们 你们都应该都有听过Doji Dao的这个社区的名称吧 对吧 那么没错 Doji Dao就是当目前为止呢 做得比较好的 在世界上广为人知的 财犬币的专属社区 虽然说这个项目呢 它推动了财犬币的一个使用性 但是各位朋友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随着时间的慢慢的这样流动 这将会有助于的去提高财犬币的价格 但是对于它的结果呢 我Dr.Tom呢 依然保持着非常怀疑的态度 因为现在市场上你知道 有16763种不同的加密货币 而且涨新的这个加密货币 它本身就不断不断的涌现 而财犬币它本身其实缺乏了这个竞争的优势 使这个财犬币 有哪怕是最小的长期生存的机会 那么要怎么样解决这个痛点 各位朋友们 一个有效的可以防跌 持续上涨 就是的一种金融逻辑 跟机制呢 是市场地形的 那么就像其他代币一样 财犬币的价格根据整个社交平台的各种周期而波动 它价格是会波动的 那说既然说它会波动 也代表着表示就是说它上也会下 那么最近的传言称呢 如果财犬币如果它将能会在这个Robinhood Market的这个应用程序上上市呢 就可以引发整个短期的价格暴涨 那想来呢 这种事件是不可预测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的已知 财犬币呢 到这个社群们呢 是想做这个事情 但是 该还没有一个正式答案 所以说财犬币是加密币世界上最多最惊心动人的故事之一 但是它的潜力是无限 它的将来绝对是令人可待 但是如何让它一直维稳价格只涨不跌呢 一直就是我们这些财犬币的爱好者 或者是我们这些社区步道长等等的这些金融的投资者们 非常关注也非常留意的问题 虽然在这样的大行情底下 在这样的一个刚需的要求之下呢 我们结合了也整合了财犬币 全球目前活药的社区 在与狗王币 还有狗狗币的一部分 的大型社区 进行了深度性的 系统性的制度化的玩家大联盟 没错 狗狗币 狗王币和这个财犬币的所有的社区玩家们呢 就在这样的一个计划下 成立了目前全球最大的大社区 我们称之为 Crazy Dodge 也就是 瘋狗联盟 那么 这个瘋狗联盟呢 我们的瘋狗联盟呢 就是由全球 40多个国家 总共 100多个高度自治的社区组织 整合而成的 那么我们Crazy Dodge的卖点呢 本身就是它能够金融所有的各类狗币 包括有狗狗币 Dodge 狗死币 Ship 狗玩币 等等 我们以团结共识为宗旨 以成就伙伴为己任 希望纠正目前市场上狗类 狗类币的价格暴涨暴跌的乱象 让大家可以联合做庄 以社区的力量呢 打造狗币 成为下一个主流 各位投资 各位现场的所有的投资人们 我们的所有的investors 我们投资者们 Crazy DodgeDodge Crazy DodgeDodge 首创了整个市场 No.1的这个防跌机制 我们这个社区 我们这个联盟是一种 所招立的这个防跌基金呢 是一种颠覆性 只涨不跌的金融逻辑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平台里面 百分百 绝对是零挖矿 零失目 零流通 它真正的实现了理论上的百倍极致通缩 平台在LOP词里面呢 添加了复杂的AI人工智能演算 投过73分 也就是30% 销毁你手上拥有的其他币种 比如XEB 火锅币等等 再配上70%的Crazy Dodge 自己的风火币 进行多重销毁 那么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就可以协助各个项目去销毁本身的币 来拉升我们风狗联盟的风狗币的一个市值 所以深入点的说呢 Crazy Dodge 我们的创新机制呢 之所以能够驱使一臂三洞 价格只涨不跌 这就是我们的魅力 我们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 Crazy Dodge的智能合约里边 清楚的说明 我们的通证总量是恒定发行在131万枚 联合做专 联合做专的设计成员呢 将会一起持有60%的币量 此外呢 根据整个时间表 或者根据我们的这个路线图 或者因为我们称之为ROG map 也就是到了最后 经过了多层的时间上的这个演变 我们的Crazy Dodge的风狗币 会一直进行销毁 一直进行通缩 直到1% 这代表了什么呢 这代表了在整个项目 或者是我们平台的扩充的时间点里面 当社区成员越来越多 当社区的领导带着越来越多 更多更强大 有能量 有能力的团队 加入了我们Crazy Dodge 风狗联盟 我们的需求量 对于风狗币的需求量呢 将会更加的提高 那当然 当这个需求量提高了 可是根据智能合约上面的要求呢 它会进行阶段性的销毁 也代表随着时间的演变 随着每一次交易的买进跟卖出 风狗币也会进行部分性的销毁 也就代表了它会越来越稀缺 所以当要求量 就是供应量减少了需求量提升了 那么这个币本身就会上涨 这是个非常有大家都了解的 一个supply and demand 的就是供应需求的原理 那么再加上一个机制几下呢 我们的这个风狗币呢 本身又加入了一个防别机制 那么这个防别机制是什么呢 说的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 当你每次要卖 我们的这个风狗币的时候呢 它就会对你每一次的卖出 进行至少10%的一个销毁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个手续费 就是如果当价格 市场上的价格往下跌的时候 所有人如果你要卖你手中的币 如果下跌价格在10%里面呢 我们系统就会启动这个智能合约 那么就是你每一次卖的时候呢 你的币量就会呢减少 但是如果在10%里面 我们称之为是合理范围 就是合理范围能接受 但是如果在币价开始往下跌的时候 跌破10% 跌到10% 再往下跌的话呢 如果出现有人在这个时候抛盘砸盘 就是想要离开 离开我们就离开这个 Creditedos的社群情况之下呢 智能合约里面呢 又会自动的把他手上的币呢 去进行好销毁 会把这些所有他要卖的币子 按照合约里面的比例呢 把全部或者部分性的打到黑洞里面 也就是因为在这个机制底下 有这样的一种创新机制 这样一时的领导人们就不想要 在价格往下跌的时候去抛售 所以就能阻止到呢 我们的社区成员呢 的共同利益不受影响 那么无论价格 既然价格往下跌的时候 没有领导人 或者是没有社区成员 或者任何一个投资 在这个时候抛售你手上的币的话 也就是说 虽然价格不好 价格不漂亮 既没有人卖 或既没有人买的情况之下 没人卖的情况之下 那么既然没有货 那肯定他价格就不会往下跌得太严重 每个人都持有的币 而且他一直部分性的进行通缩通缩 跟这个销毁 那么这币价就能够一直的稳定性的 随着社区的矿大而成长 一直飙上高峰 那么除了之外呢 台湾这个反跌机制呢 我要聊一下就是我们的口号 就是大家一直都在听到的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加入风口联盟 除了有这个反跌机制颠覆性的逻辑 我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一臂三洞 那什么叫一臂三洞 一臂三洞这边简单的讲 就是双臂双轮廓 就是双臂双联动的一个这样中心思想 那我们在这里称我们 这个我们的风口币称之为AB 那我们的平台所 我们在这个平台所发行的这个风口币呢 它其实是有两个 一个是A 我们从一个是风口币 另外一个呢 我们就称之为BB 它是ABB这样子搭配在一起 再加了LOP词子来进行销毁 使各位得到收益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说 是怎么样去进行这个一臂三洞 好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AB ABA词 乖朋友们 我们在买一臂三洞 买入AB的时候呢 会抽取一个交易买滑点 也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手税费或者税费 就是10% 那么这个10%呢 有5% 5% 会进到B词 5%呢 就去到市场奖励 那么 你到卖出AB的时候呢 税费 也就是手税费 就说你个15% 这个15%里面呢 的5% 是拿来用来添加LOP词的分红 A词LOP词的分红 10%呢 就去到B词 并且获得BB 我们称之为交易挖矿 我们是以2比1这样的方式去配这个BB 销毁是2% 销毁是2% 乖朋友们 换句话说 你只有在拥有了AB的情况之下 并把它买进在卖出 然后在LOP词 添加LOP词之后呢 才能够产生BB 所以说BB 是由AB所产生的 所以BB相对叫 我们的风火币来说呢 是更加的稀缺 好 AB添加了流动性 也就是添加了LOP词 它的手续费就15% 税费的15%呢 将会全部进B词 并配为BB 这就是DeFi 我们也称之为流动性的挖矿 那么10%呢 会进入B词 会以这个1比1来配BB 4% 那来做分红 那么1%就进行销毁了 各位要关注一下这里 你手上所获得的BB的权重比例的分红呢 是拿来给添加LOP词的 也就是说添加LOP词 自己就能够获得BB 这就很厉害了 各位朋友们 这真的很厉害 因为在大多数目前市场上的项目里面 市场上的所有的 跟这个币有关的平台里面 很多的会员或者很多的玩家 或投资者都不愿意 往LOP词里面去贡献你手上的币 因为他们觉得把自己的币送往LOP词 那就是大家的财产了 它没有什么好处 对吧 但是在封口联盟里面呢 我们为了推广 希望各个会员各个成员能够自愿性的 把你手中的A币推向B词呢 在智能盒里面的封口联盟就已经写明了 会员们只要愿意贡献给LOP词 就能够获得更有价值的BB 那么这就表示了 当A词会越来越大 当它不停的宽大之后 不停的有更多的成员 往里面输送本身的AB资产 以获得BB之后呢 AB本身的价值 AB本身的价值能够保得住 不会跌 同一时间呢 BB 也会 会员就可以得到这个BB 作为一个奖励 会员能 可以每天享受 真的BB 让他把他自己手上的AB 拿去贡献给我们的LP词 所以呢 添加LOP词 对我们的成员来说呢 对我们社区成员来说呢 你的权益 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好 那么这聊到是路进他 那如果今天你把 你把这个AB 放进那个LP词了 那么测词词呢 你测词词的时候 又会有什么样的贡献呢 最近成员如果你的 那你想从LP词里面拿回你本身的这个B 那么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本身他会抽取一个手续费 10% 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管理费 或者一个税费 那么在10%里面呢 有5%是流入了B词 2%呢 会进行销毁 那3% 就会进入LP词 再进行分空的 所以通过A词 AB的交易 和添加它的流动性呢 B词的资金 和我们的BB 就已经形成了 大家脑中有一个画面 也就是说 BB他需要AB的来补助 需要AB的一个销毁 跟LP词的一个付出 它才会产生 对吧 那么通过你会员们的一个贡献 跟一个买进买出 和把币加入到LP词里面 再把币 从LP词里面拿出来的一个这样连环性 连创性的动作呢 BB的词字 已经慢慢的变大了 而BB的产量呢 也随着这样的一个交易方式呢 慢慢的增加 啊 所以呢 当BB出现了之后呢 会员们就可以拥有这个价值连成的 这个BB了 所以就可以看到了 在这一个圆圈里面 这样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逻辑里面 金融逻辑里头呢 我们就能够看得出BB 他本身增长不跌的颠覆性逻辑 说的就是会员们的贡献 所以在这里 社区之所以重要 就是因为社区里的每一个成员 都愿意有投票权 都拥有自己的资产跟自己的能力 虽然我们高度自治 但是呢 只要社区里面成员们都愿意为了大家的福利 为了大家共赢共赴 共利的终极梦想 去牺牲自己手上的币 那么呢 这个币去销毁 这个币的价值就会增加 但是为了回报给你的一个贡献 BB就会回到你的手上 而BB因为其的稀缺性 因此呢 它的价值往往是相对的来得高很多 对吧 那么有些有人问说 要怎么样 除了可以获得BB 除了是把这个AB丢进LOP尺呢 得到BB呢 得到BB的方法呢 基本上就只有两个到三个 首先就是你可以添加AB的LOP尺 把AB放进LOP尺里面 你获得BB 或者你在卖出AB的时候呢 也可以获得这个BB 那么这个BB你拿到手上了 哎呀 这么值钱的东西 你拿来卖出的时候呢 将会进行摧毁 那么呢 这其中包括了我们的手续费 还有也会同时会消费之前的AB 所以AB跟BB这样子的配合呢 这样子的一种数学逻辑的这种操作底下呢 就会让整个生态非常健康 也就是简单的说 当AB的资产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进行销毁 当它的币量越来越少的时候 而社区成员不停的矿大 就能够保住大家的利益 那么AB它这个通缩的目的 还有通缩的这个方法呢 就是为了将里边一部分的弊量 用来打造我们疯狗联盟的整个的多样化的金融生态 和去中心化的金融生态 比如说疯狗联盟 Crazy Doge 在接下来的计划里面 我们会陆陆续续的落实跟落地更多的生态系统 目前我们有的就是一些swap 也就是说去中心化交易所 自己的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 有这个launchpad launchpad就是你在里边发表你自己的东西 也会推出一些游戏 甚至将来是作为一个可以跨平台 跨链 跨界 来用来交易的虚拟货币 除此之外呢 AB的通缩 它可以用来回流到币尺 BB的币尺 拿来拉升BB本身的价格 那么除此之外呢 AB也有把一部分的这个比例 拨比给一些市场上布道的爱好者们 以B的方式回馈给劳苦工高的布道者 作为一种市场工作上的一种奖励 所以各位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一币三洞的原理了 也就是说今天你买了一个币 你投资了我们的风口币 你拥有了我们的风口币呢 当它价格往上涨的时候 你就会有三份收益 除此之外 你也不用担心 会面临亏损 因为我们有这个非常创新的颠覆性的防跌机制 颠覆性的金融逻辑呢 保住你资产的价值 而他的原理 就跟我以上所说的如此 OK 所以呢 风口联盟前景无限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把你现在手上 拥有的其他部币中 拿来我们这边进行销毁 我们是七三分 七三分 消费百分之三十 消费百分之三十 你手上的币 再配上百分之七十我们的风口币 我们现在 我都说他们号召我们全球的这个疯狗联盟 或者是狗狗的项目的任何币子的这个社区们的加入我们这个大社区 在我们这个大社区里面 我们可以一起功利共享 一起排位 我们打造最长大的风口联盟社区联盟 使我们的平台使我们的手上的狗狗币呢 风口币呢 突破 所有的弊端解决市场的所有痛点 好 那么其实我们但是目前呢 我们的席位 这是我们的位置 可以公开给各位参加我们社区的呢 也所剩不多 那坦白说 目前呢 只剩下百分之五的 就是I'm sorry 就是一比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的这个席位呢 是允许给各位社区的社区长或者玩家们来加入的 包括皇者至尊的连创 那么其中连创十个位置呢 现在只剩下最后三个 OK 三 只剩下最后三个是开放给 特别开放给今天收听 收看 参与这个社区会议的朋友们参加 所以如果你有想法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 现在就采取行动 现在就采取行动 你再仔细看一遍 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亮点 还有我们疯狗联盟 这个创新机制 它怎么样解决了市场的痛点 我们的币怎么样的进行销毁和贡献 使这个币价值涨不跌 我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 想了解更多的话呢 我欢迎你 询问您的介绍人 询问您的介绍人 然后当你清楚了解 知道明白 我们疯狗联盟 credge的价值之后 随时加入 我们一起步道 一起宽大 credge 疯狂的狗 疯狂来袭 我的疯狗联盟 好了 今天我的分享会呢 就到这里为止了 感谢大家的线上收看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想跟我互动 你可以跟我的主持人聊一聊 那么希望在下次的视频会议里面呢 你们可以带更多的朋友们 来参加视频会议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更多 有关于疯狗联盟 之所以No.1的原因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Thank you